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希望大家做了書的數字 集題1B 第21版 33-37 條 而補充練習1是第43版 第26-29 條 我講解一下大概概念 Delta 大於0 其實有兩個實數解 其實它會給兩條式來的 你要組成Delta出來 組成Delta 設定這三個情況 這樣就可以做到 首先我試試做一做例子9給大家看 書的1.198 例子9 這條題目就是 y等於x2次加3x y等於2x加k 兩條式,1式2式 通常我們一定要將2變1 即是兩條式變一條式 這個又是y,這個又是y 那你代了下去 就是左手邊 就是右手邊 即是說這兩個雙等 即是說 你就 2 代入1 你就可以得到2x加k 就等於x2次加3x 或者如果你寫得英俊一點 容易一點 你就把1代入2 把1代入2 那你條式 你就可以調轉寫 左邊就是x2次加3x 右邊就是2x加k 好,我們要執一執的位置 執拍好了 執作甚麼? 我們一定要執作做 ax2次加bx加c 這個這樣子 所以換言之 我們要把 右方的所有東西 調向左方 你就可以得到 x 次 加 1 個 x 了 減 1 個 k 等於 0 了 行不行 好了,你現在要懂得分 A B C 是甚麼 A 是 1 來的, B 是 1 C 不是 負 1 C 是 負 k 所以,這條題目 你看回這條題目 它是只有一個實數解 只有一個實數解,即是中間這個 case 即是 delta 等於 0 換言之,我們要設定 delta 等於 0 我可以下一版做 A 是 1 B 是 1 C 等於負 k 所以 delta 等於 0 即是 B 2 次 減 4ac 要等於 0 換言之,你可以出到 1 2 次 減 4 乘 1 乘 1 乘 1 乘 2 你便可以做到 1 2 次 減 4 乘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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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有兩個實數解 那怎樣呢? 打開 1.20 版 的第三條 它便會有兩個實數解 就是這條色 和這條色 和這條色 有兩個實數解 兩個實數解 兩個實數解 你看回剛才這個表這個位 DELTA 呢 DELTA 呢 它現在是綠色 不理 DELTA 大於 0 所以 換言之 我們要組成DELTA 所以 現在我示範多次 這條如何做 就是 第 1.20 版的第三條 Y 等於 X 二次 減 5X 加 1 Y 等於 X 減 K 一式二式 我們就 1 代入 2 你就可以得到 X 二次 減 5X 加 1 等於 X 減 K 我們一樣 我們要組成靚靚仔仔 我們把右方那些雜物 都調向左方 你就可以做到 負6X 加 1 加 K 等於 0 好了 今次 A 是 1 B 是負6 C 是正 1 加 K 即是 A 這個是 B 這個是 C 今次我們要設定 DELTA 要大於 0 因為有兩個實數解 換言之 我們要代入 即是 B 二次 減 4AC 要大於 0 即是負6 減 2 次 減 4 乘 1 再乘 1 加 K 就大於 0 化減 即是 36 減 4K 就大於 0 負4K 就大於負32 即是 2 兩邊除負數 你記得要調不等 好 所以 K 就小於 8 這個位置要小心點 兩邊除負數 你要調不等好 大於負數 就要變小於負數 清不清楚 這個 就另一條示範 行不行 接著 你就可以 試試做 33 34 35 36 如果做 37 條 你就會有一個沒有實數解 沒有實數解 37 條 你就要用第三個情況 DELTA 小於 0 行不行 你試試 有什麼問題可以WhatsApp我 我再重複一次 今次的功課就是這一版 好 拜拜